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推进,蒸汽机逐步上舰,为海军舰船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战术机动性。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刚刚开始尝试蒸汽动力的英国皇家海军,利用蒸汽动力的托轮把风帆动力的战列舰拖进长江航岛,封锁京航大运河,切断了蜻蜓最重要的财政大动脉。 这也是英国皇家海军主力舰船第一次深入内核,发挥战略作用,在全新的动力技术和战争形势面前,长江航道内大型远梁风帆战舰寸不难行的地力不负存在。 蜻蜓被彻底捏住了七寸,被迫求可,英国人还专门出了一本书叫,杨子江机长江上的炮船1900比49十余年后的克里米亚战争中,英法两国为奥斯曼图而骑,驻战,派遣海军舰队围攻沙俄要塞。 此时,英法等国海军舰船动力蒸汽化的比例越来越高,蒸汽动力从托轮等小型辅助舰船登上了主力战列径,木制船可以开始撇挂钢铁装甲。 此后几年,近代海军舰艇的几大基本要素蒸汽动力,钢制舰体,重炮出舰透齐,海军指挥合作战体系,也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不断发生着剧烈变革。 在此期间,虽然法国、美国、意大利等国在某项或某极项技战术上有不小的闪光点,但英国皇家海军始终是海军技战术最主要的先行者和各项先进技战术的一大成者。 从舰船设计到条令条理,各国海军纷纷纷直接或见机学习英国皇家海军,其中也包括草创之初的中国海军绝对主力,北洋海军,世界上第一艘纯蒸汽动力战列舰,皇家海军手里,套北洋海军对英国皇家海军的学习包括三个层面,一是派遣留学生,聘请教官和顾问等人的层面, 二是引进英制军舰等物的层面,三是参考英式条令条例等制度的层面,人的层面,有1870年代派往英国皇家海军舰船上舰席的刘不禅,宁太曾,严复,萨振兵等留学生,有郎威里等教官顾问,物的层面,有龙香虎威等八艘炮舰,超永阳威等两艘撞击巡洋舰和制御, 静远等两艘雅巡洋舰,制度的层面,北洋海军章程,主要的参考对象就是英国皇家海军,北洋海军也以英语作为操作口令,甚至连舰艇平时的涂装,也是经典的维多利亚式涂装,水线以下涂红,水线以上主舰体涂黑, 见面舱壁涂白,封筒,烟囱和围干湖黄,当然,要论照超英国皇家海军,旧日本帝国海军远比北洋海军更加卖地,甚至连印度咖喱饭都引进了,明知约海军咖喱, 甲午战争中训国的北洋海军高级将领刘不禅,和他在英留学时登,上了弥诺陶洛洛斯,号装甲巡洋舰,这艘装甲巡洋舰,是英国皇家海军历史上第三艘以弥诺陶洛洛斯, 为名的军舰之后还有三修军舰以此为名,也是英国皇家海军最早的万吨巨舰之一,于1867年服役,风帆争气混合动力, 1877年到1879年,刘不禅赴英留学,期间曾在弥诺陶洛斯号上见习,北洋海军致远号琼甲巡洋舰舰舰,英国阿姆斯特丹造船厂建造, 1887年底归国,致远号在甲午战争中作为邓士昌作舰,以壮臣即也的壮举而闻名于世,但据陈岳先生等人结合近年来海底陈将考古, 发现和平齐推演等所作考证,致远号当时撞击的对象不是吉也号,而是日本联合舰队旗舰松岛号,关于致远撞击敌舰的壮举, 杨爱红这里要再强调一点,这并不是绝望之下的莽撞,而是当时海军的标准战术, 1866年,意大利与澳雄帝国的历萨海战中,意大利海军多艘军舰,被澳雄帝国海军战舰撞臣, 证明了蒸汽动力的右翼战术价值,从此舰守冲脚和撞击战术,成为近代海军舰艇的标配。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舰炮的射程越来越远,射速越来越快,威力越来越大, 冲倒近身发起撞击的成功率也越来越低,舰守冲脚也越来越鸡肋。 英国皇家海军的好学生,就日本帝国海军,在日战争中发生过多起撞臣自家军舰的事故, 此后日本新造舰艇,就取消了舰守撞脚,而老师英国皇家海军虽然发生过主力战舰,在演习中被撞臣了事故, 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在新造舰艇上彻底取消了冲脚。 丽萨海战被使学家趁之为历史上最后一次巨舰碰撞,艰难起步的中国近代海军在甲骨战争中几乎全灭, 不仅仅是北洋海军,实力本来就较弱的南洋海军,广东水师,也在战前把威数不多, 得有一战之力的舰艇派往北洋会操,并随后参战。 李鸿章所谓以北洋异域之力,薄磨人全国之师,对陆地上的战斗或许是成立的, 但在海上,中国海军各部真的体现出,那才就中国难得一见的,近代国家军队式的团结。 甲午战后,蜻蜓重建海军,依然以鹰为师,订购了海天海银等巡洋舰和提他舰艇。 辛亥革命,蜻蜓倒台之后,民国海军对然没钱再订购鹰舰,但仍继续派员赴英留学。 民国海军自接受此舰之后,直到二战再没有接收购买过英国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国民党海军棒上了美国海军的大腿,接收了不少美元舰艇, 其中一些驱逐舰陆续用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才退役,甚至连军府也开始向美国海军靠拢。 但是,英国皇家海军也移交给国民党海军一批不错的军舰, 如著名的重庆号轻巡洋舰和领辅号驱逐舰等, 其中重庆号中国海军最大战斗舰艇的记录在半个世, 即后才被从俄罗斯进口的现代急驱逐舰打破, 临先及轻型巡洋舰曙蜀光女神号, 也就是后来的重庆号重庆号轻巡洋舰, 原名而欧瑞欧若拉,极光女神蜀光女神, 邪恶与同原词,也就是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中的阿弗勒尔号巡洋舰明, 是英国皇家海军四艘临先,及轻巡洋舰中的最后一艘, 于1937年建成服役,英国政府为底强二战中征用的中国船只, 于1948年将该舰移交国民党海军并改名重庆号, 舰上六百多名,官兵也由英国皇家海军培训, 重庆号归国后不久就被国民党海军投入到内战前线, 曾在辽审战役中炮击塔山, 1949年2月,重庆号官兵起义, 将战舰开赴山东解放区烟台港,后转赴辽西湖罗道, 1949年3月,国民党空军反复轰炸重庆号, 将其严重炸伤,遵照中央, 之时,重庆号官兵打开通海阀使其坐沉, 1950年代,重庆号被打捞起伏, 但经苏联专家检查后,判定没有修复价值, 于是被拆解, 安东海校的老照片,已不可考1949年5月, 中央决定,以重庆号起义官兵为基础, 成立新中国第一所人民海军学校, 安东海军学校,也就是今天的大连舰艇学院的前身, 从这个角度来看, 借由重庆号上的600名起义官兵, 英国皇家海军的素养也传承, 到了人民海军之中, 此外,新生的人民海军, 也有舰艇来自英国皇家海军, 多炮塔舰队之前发布的《从长江到长沙》, 三代领袖作舰传奇一文中, 提到了毛主席1953年检阅海军仪式, 皇家海军城堡及护卫舰努尼宝号, 也就是后来的广州号当时的授阅舰艇中, 广州号护卫舰原是二战中建造的英国城堡及护卫舰, 1947年, 英国皇家海军拆除了此舰武装后, 将其授与招商局轮船公司, 成为原培号快速克伦, 往返于天津与上海之间, 新生的人民海军急需陷艇, 于是将原培号纳入麾下, 重新武装并更名为广州号, 这也是人民海军中第一艘以广州为名的军舰, 该舰于1974年退役, 广州的舰名, 由童年完工的一艘051型驱逐舰继承, 然而这艘广州号驱逐舰于1978年, 在港内爆炸沉没, 直到二十多年后, 才由一艘新锐的052B型驱逐舰继承广州舰名, 新中国成立后, 人民海军未曾邀请英国皇家海军的教官或者顾问来把持军中教育, 不过, 英国皇家海军还是很热心的给人民军队上课, 香港回归前夕, 英国皇家海军组织文艺之由包括轻型航空母舰在内的三十余艘船组成的, 名为海浪97特遣舰队, Oceanway 97 Dusk Group的庞大编队, 进行环球航行, 英国有证还为此发行了一套名为Exercise OCV-ANWAV的纪念游票, 海浪97特遣行动, 当编队到达中国南海, 靠近广东沿海时, 据说曾与中国海空军发生了剑拔弩张的对峙, 英军编队启动了电磁干扰, 传说中一度令我军战机与地面塔台之间失去了联系, 靠着飞行员目视, 才得以找到机场安全降落, 无论传闻是否属实, 当时的中国军队确实缺乏现代化装备和技术对抗手段, 英国皇家海军特混编队的庞大阵容, 对当时的中国海军而言, 也算得上是不小的刺激, 不过, 又是二十多年过去, 中国海军奋起直追, 英国皇家海军如今就只能派遣一艘孤零零船物登陆舰, 跑到南海来自由航行了, 海神之子, 号船物登陆舰, 英国皇家海军现任旗舰海神之子, 号船物登陆舰, 在三艘不敌级轻型航空母舰退役之后, 新建了两艘伊丽莎白, 女王及航空母舰形成战斗力, 之前的这几年航母空窗七里, 英国皇家海军为了进一步节省经费, 前不久, 又把海洋号两栖攻击舰, 卖给了八栖海军, 英国皇家海军旗舰的重任就落在了海神之子号头上, 2018年8月31日, 该舰试图闯入中国西沙群岛领海进行所谓自由航行, 随即被中国海军驱离, 最后, 还是要感谢英国皇家海军这位教员的, 借用毛主席评讲届时的话来讲, 有一个英国皇家海军比较好, 是不是? 你们觉得有一个好还是没有好? 没有英国皇家海军中国人民就不能进步, 就不能团结起来, 也不能武装起来, 但是马克思主义是不能把中国人民教育过来的, 所以我们除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教员以外, 请了另外一个教员, 这就是英国皇家海军, 哦,这个人在中国可是做了很有意的事情, 一直到现在还在尽他的历史责任, 尽管毛主席的缘, 话说的是讲届时, 但是我觉得用在英国皇家海军身上也挺合适的哈哈哈哈, 延伸阅读, 日落于亏, 海浪九十七, 1997年皇家海军战斗群远征香港行动即时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